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2015年9月30日 俄联邦委员会批准普京有权在叙利亚动用俄军事力量 到今年3月14日 普京命令俄军从叙利亚撤出主要兵力 尽管目前俄军仍在叙利亚进行小规模的军事行动 但其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仍然值得中国军队借鉴 首先值得借鉴的是俄军在出兵之前对出兵消息和意图的隐藏 在俄军出兵叙利亚前的2015年9月 俄罗斯在其中部军区举行了年度最大规模演习 而对外宣称的演习目的则是控制中亚地区的国际武装冲突 参与演习的有9.5万名官兵以及大量的武器装备 成功吸引了媒体目光 而到了2015年9月20号 人们通过卫星在叙利亚最大港口城市拉坦加的阿萨德国际机场 发现了俄军苏30SM战机 这才突然发现正是通过中央2015大规模演习掩护 俄军已悄无声息地将两个团的苏24、苏25、苏34和苏30SM战机 以及米8S和米35武装直升机部署到叙利亚 而在此之前 俄罗斯则早就就过境领空的事情 与希腊、伊朗、伊拉克等国达成了秘密协议 允许其战机或导弹穿越三国领空飞越叙利亚 而为了保密 俄先期进驻叙利亚的战机 甚至都未从距离叙利亚最近的南方军区或中部军区调遣 四架苏30SM战机来自俄空军驻西伯利亚军区外 贝加尔边疆区部队 苏2425攻击机则来自俄远东区驻滨海边疆区部队 这些飞机分两路飞赴叙利亚 大型运输机穿越希腊领空 作战飞机直接穿越伊朗和伊拉克领空 飞越三国领空时 俄军战机还采用了与民航机密集编队飞行的战术 以民航机的雷达信号掩护军机飞至叙利亚 当然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想 2015年9月中旬 西方情报部门和媒体就注意到俄向叙利亚运送装备和人员 但俄官方声称 运送的是难民物资和叙利亚订购的武器 成功地满天过海 到2015年9月25号 俄军已完成在拉塔吉亚机场的军事期间 而俄军在出兵叙利亚前后的舆论战与政治战也同样值得我们借鉴 俄罗斯在出兵叙利亚前曾展开密集的外交攻势 在联合国大会呼吁协调解决叙利亚问题 促使美国表态欢迎俄参加美主导的联合反恐 而出兵叙利亚后 俄罗斯又迫使美国离清与胜利战线等续反对派武装的关系 在分化瓦解美国控制的叙利亚政治势力同时 还成功感谢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 组建了由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野门部分地区 组成了一个什叶派狭场地带 建立起了一个以俄罗斯为领导的地区新同盟 而在俄军出兵叙利亚的作战中 俄军特种兵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他们渗透到敌后引导空中打击 使俄军在整体侦察能力弱于美军的情况下 空中打击效果却并不逊于美军 而为了营救被土耳其击落的苏二四战机飞行员 俄军特种兵还搭直升机潜入敌后成功地救回飞行员 而在叙利亚科威瑞斯机场战斗中 续政府军坦克曾遭到反对派的反坦克导弹压制 俄军特种兵于是在二十天内 三次实施大规模敌后突袭 摧毁数十套反坦克导弹 为续政府军装甲部队扫清了障碍 这些战力都值得我军特种部队 在日后的作战中进行借鉴 而在先进武器的运营上 俄罗斯也有独到之处 俄军出兵序列在短时间内集结大量的高科技装备 来确保自己在战区的绝对优势 开战前后 俄军曾向中东地区调集了12颗各类侦察部 卫星保持天机侦察优势 同时在俄军出兵序列期间 曝光的俄军国防指挥中心 也间接证明了俄军指挥系统的现代化与集成化 而且该系统成功地将俄军参战的各军兵种作战单元 连接成大型的作战网络 据资料显示 俄军在序列指挥周期缩短了五分之四 部队战斗力提高了1到1.5倍 此外 俄军还应用了克拉苏哈四型电子战系统 成功地通过电子战干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报侦察活动 确保了战场的致电子战 而在高科技战争极其重要的海上打击领域 俄军仅以现代化轻型水面舰艇和常规潜艇 便完成了美军在实战中使用航母 巡洋舰驱逐舰和核潜艇等大型舰艇执行的对陆精确打击任务 十分值得目前航母实力还并不强大的中国战舰 因此 中国此次向叙利亚提供军事援助及培训 既是作为大国为叙利亚反恐做出的贡献 也同样是对自身战斗力的一种检验与提升的方式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新浪军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